好,我们接着要叫做海底扩张 海洋以前叫做内太空 怎么叫内太空啊 外太空,大气层以外 以前我们去不了,到不了 那是一个未知的地方 充满神秘的地方 海洋就在我的旁边 内太空 因为我还一样去不了,不了解,不知道 一直到二世世界大战之后 人类发明了潜水体 人类发明了声纳 发明这些东西之后 我才有办法对海洋做进一步的探射 才开始浮渐 见害它神秘的面上 然后当我们对海洋探射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大气洋的中间 有个绵延数千公里的大山派 我们称为中阳寺 还有一个地方有深深下去的海沟 所以有中阳寺 有海沟 我们了解 暗色之后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中阳寺是因为最早是在大气洋的发现 它正好就位在大气洋的中间 所以就把它称为中阳寺 可是呢,像比如说太平洋的 中阳寺就其实不在中间 比较偏中边 比较偏中边 这就是中阳寺 原来最早在大气洋发现 正好在中间 这些探测结果提出来 就这个学者发表的论文 然后呢,发表了论文 我们前面跟你讲过 我们有放射性物质的塞变 会放出热量 所以 因为放射性物质的塞变 产生的热 所以底下的地寒在热对流 热对流从中阳寺的地方往上浩 噴出来 噴出来之后凝固 凝固就形成了新的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长出新的来 所以叫做海底破章 长出新的以后 就把老地壳向两边推 这就是长出来 推两边 长出来 推两边 那这两边 叫做海底破章 但是 它不可能只有长啊 如果你只有地方长出来 那地球加码就越来越大 加码就越来越厚 地球也没有越来越大 也没有越来越厚 表示有地方深 就有地方密 有地方长 就有地方会消枝 它在中阳寺的地方长出来 它在哪个地方消枝 海洋的地方消枝 所以 海底破章说 海底破章说 我有新地壳在中阳寺生成 然后把老地壳推两边 推两边 推推 推到了海洋的地方 就拉回地盘 重新融化消枝了 所以新地壳在中阳寺生成 老地壳在海中寺消枝 我们当会会再讲到这一件事情 当会会再讲到这件事情 前侧考过一 问你 为什么海洋地壳都不老 海洋地壳没有老过两亿年 大洋地壳有那种三十亿四十亿的 海洋地壳没有老过两亿年 为什么没有老过两亿年 因为老的都回家了 到海洋寺下去消枝掉 我们后面会再讲一次 这句话我们后面会再讲一次 OK 所以学正好理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海洋地壳都不老 因为老地壳都拜拜回家了 回家去 OK 新地壳在中阳寺生成 老地壳在海洋寺消枝 这个叫做海底扩张群 说 旧客人就有这张图 这张图是重点 这张图可以告诉你好多事情 等到全部学完之后 他可以告诉你好多事情 你目前只告诉你 目前只告诉你说 这边有个地寒对流上升之处 冒出来 长出新的海洋地壳中阳寺 这里有地寒对流下降之处 老地壳以莫消失 所以新地壳在中阳寺生成 老地壳在海沟处消失 就是目前这样告诉你 等到以后全部学完之后 这个地方还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分开来 左边有一块 右边有一块 这样叫反块交界 那么这是两个分开 分开叫张列 中阳极是张列性的反块交界 然后海沟这里 海沟这里 这里撞过来 这里撞过来 所以这叫做聚合 海沟是聚合性的海沟交界 还有个地方在这边 我上课会交 我上课会交 但是课本没有讲清楚 课本是用个图子给你看说 这里有一个看到没有去说明 这个有一个错动性交界 所以原来板块交界有三种 有张列性 有错动性 有聚合性 中阳极是张列性的板块交界 海沟是聚合性的板块交界 这张图可以告诉你说 这里是板块交界 所以中阳极是板块交界带 这里是板块交界 原来海沟是板块交界带 这里面地里有交 那边有一个叫做安地斯三脉 原来新的折骤三脉是板块交界带 还有刚跟你讲过的 说的不清不楚 课本只给你看 但是没有跟你讲清楚的 叫做这边有一个错动性断层 错动性断层 但是我会讲 我上个会讲 所以原来就是板块以何处为界 板块以中阳极 海沟 新的折骤三脉 跟错动性断层为界 这张图可以这样告诉你 所以我说这张图重要 这样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看清楚等全部念完以后 回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有告诉你什么话 告诉你什么是 板块有哪些交界带 哪些地方是板块交界带 什么地方是地韩队流上升 什么地方是地韩队流下降 然后会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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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请问 有问题吗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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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